请 撤 谁 谁 起来 不动 知道你发生了什么 来晚了 就剩这一个活口了 说说说 知道些什么 他们是西风寨的 他们打了 打当家的兵 杨少诚给杀了 他们要给他报仇 我就知道这些 去去去 站着 就是一起浦东的仇杀案 西风寨土匪干的 骨折 ! 宣伤 好 启 weapons ,你的是 妈 有 小猩 Let's go! 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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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 上枪 上枪 我没事 放心 你们想杀我吗 来呀 现在也可以杀我 开枪 来 不要 走 是西风寨的土匪要杀你 我是听到消息来收拾现场的 你发疯啊 杨少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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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还有脸站在这儿 啊 军统的军饷都他妈喂猪了 徐小谷 你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他杨少成会去签约的 人呢 李大队长 你不认识杨少成吗 那么一个大活人站在你面前 你连他脸仗成什么样你会不知道 看着我 犯痛 滚 � 展长有那么多想法 我怎么知道你想教育我什么 不是教育 我只是想提醒你 在某些事情上 你作为一个军统人员 缺乏了应该有的职业操守 战场说的我听不懂 你听不懂我就可以告诉你 你一直都在留意我的一举一动 对不对 有这个必要吗 难道战场干了一些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怕别人知道 叶媚 你不要逼我 是你逼我 你一次又一次的 干着那些见不得人的脏事 现在反倒来质疑我 这个世上没有不透风的枪 干了些什么 就不怕别人知道 这么说果然就是了 是我 是我太疏忽大意了对你 如果不疏忽大意呢 是不是想斩尽杀绝 你也可以给我随便编排一个什么罪名 你也可以 找个僻倾的地方 然后 找人家扮土匪 把我乱枪打死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心里明白 我不明白 你不要以为 这次可以漫天过海 下一次就可以顺风顺水 你不要忘了 我们叶家 在成都几十年 不管是现任的司令 还是地方官吏 都得给我个面子 你要牢牢记住 你要是想杀人 最好做得聪明点 不然 迟早砍了自己的头 叶媚 你这算 算是在威胁我吗 你多虑了 我一个小小的记要事人员 怎么可能威胁得动你呢 叶媚 你现在怎么就那么糊涂 你难道到现在都不知道 杨绍成和共党走私军火 已经成为我们的重点监控对象了 你们家军火库的事件 一天说不清 伤风就会追查到底 与你和现在杨绍成的关系 这件事 你总该知道一点吧 这其中的离开关系 你哪倒还不清楚 我告诉你 这件事 我是一直想方设法地帮你扛着 我整天满脑子 就是想着帮你怎么来洗脱这个嫌疑 你可千万别替我扛着 尽管抱上去 这事 谁都脱不了干系 你无非就是想把一盆脏水扣到我头上 然后你推卸责任 这一套 已经不新鲜了 对我也不管用 你要是能查出任何问题 你尽管查 我甘愿认罪 要是查不出什么 那就是栽赃 我绝不吃亚马亏 来 少成 事件我都听说了 你的助手死了 对 他们这次行动的真正目标 是我 陈建峰要杀害的是你 为什么 可能是上次运粮 我炸了邓巴子的船 他们军统怀疑我表面运粮 暗地在通共吧 他有什么证据 这毫无道理的滥杀无辜 我的运粮船被劫 他不认真地去追查 而这些没影的事他倒来劲 我给他打电话了 我说那些炸药是我给你的 这个陈建峰 他究竟想干什么 我在码头上已经派了护卫队 你最好不要离开码头 非要出去的话 我给你派车派人 你放心 任何人敢干扰我运粮计划 我就跟他没完 谁要是敢干扰军粮 那谁就是拿着我在开玩笑 好 那谢谢司令 抽粮的事情我已经联系好了 今年丰收 各地的粮食大户 都会按齐把粮送来 耽误不了您的事 这我就放心了 少诚啊 既然大伙推举你当副会长 那有些事情 你就应该尽职尽责 别让陈子秋说三道四的 就怕陈子秋不会配合我 他肯定不会配合他 你不去管他 他还是把我惹火了 我找个机会 串通商会的其他人 我就给他端了 我让你当这个会长 好 少诚 你今天到底想干吗 念玫 我今天要带你见我妈 你这是 我决定了 我要跟我妈说清楚 我要你和我堂堂正正地在一起 你都想好了 我早就想好了 来人家 哎呀 好 伯母 她说哥哥 你这艳福可不浅哪 这家里藏着一个 如花似玉的白小姐 这外头又领回来 闭 再说这些混账话 给我出去 妈 这是叶梅 我还没有到老眼昏花的地步 进来的是谁我知道 说吧 什么事 妈 今天 我带叶梅来见您 就是想 我们 你们怎么 杨家是个体面人家 你们做儿孙的 你们做儿孙的 就得有做儿孙的规矩了 你一会儿是白小姐 一会儿是叶小姐 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干 妈 正因为不想这样 正因为不想这样 今天当着您的面 小白玉也在这儿 我想把事情说清楚 我一直当小白玉 是我的大恩人 是我的亲妹妹 我怎么可能娶她呢 今天我带叶梅来见您 就是想表明我的态度 要不然 对小白玉 对叶梅都不公平 好了 叶梅 坐下吃饭吧 叶 让一下 叶梅姐 坐下 我来 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 长又永续 你瞎操什么心 坐下 不用了 我吃过了 伯母 我今天 来得有点冒昧 打扰你们了 我走了 别走 妈 我今天实话跟您说过 我要娶叶梅 非娶不可 除了叶梅我谁也不娶 您要是不同意 我这辈子就不结婚了 不管你们怎么说 我都娶定叶梅了 我今生今世要娶的人 就是叶梅 我杨绍成说一不二 不了 扶我 回房间吧 我都送你帮你自己的吧 你也别处在这儿了 小白云 辛苦你了 传绝员的账 还没算呢 我想先这个 你这个 我看看 你这个 你这个 你我给你留着 还没中呢 啊 好 陈白玉 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 我已经习惯了 你今天又往我胸口上捅了一把刀 凭什么这么对了 我哪点就比他业眉差了 我为杨家付出的还不够吗 就这么烦我 这么讨厌我 你不就想赶我走 好 我走 来吧 我走 我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找你说点事 小白玉 你找我来不光是为了喝茶吧 你要是什么都不说 我还有工作 我先走了 别走 不是我不说 我是不好意思开口 你尽管说 既然我们都坐到这儿了 就不用遮遮掩掩的 按照我以前的个性 我早说了 可我今天是来求你的 可我今天是来求你的 我知道 少晨心里只有你 你也离不开他 可我偏偏是个死心眼 明知道交不离梦 梦不离交 可我心里总是想着他 就是忘不掉 就想嫁给他 昨天的事我终于想明白了 我这些年何苦这么为难自己 你终于想明白了 对 我想明白了 那就好 少晨 还一直很愧疚 他怕伤害到你 他常说 你是个好女人 只是老天对你不公平 少晨真的这么说的 这么说 他心里还是有我的对吧 他一直记着你的大恩大德 他当你是一个好妹妹 将来 他一定会报答你的 不用将来 我已经想出了一个 两全其美的办法 两全其美 对 我想好了 你做大我做小 我明快自会他好 你说什么呢 什么做大做小 就是你当妻我当妾我 不要名分了 只要他能娶我就行 这不行 怎么就不行了 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你怎么就这么霸道 非要一个人站着少晨 总之是不行就是不行 我和少晨之间 是不会容许 再有一个人的 叶美 我们都是女人 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 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的心情吗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 我们都是女人 但爱情很自私 没有痛情和怜悯 过去没有 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有 没有 你也许有感情你们就能在一起 太狠心了 导致的 你说什么 你看得清清楚楚 对 今天白玉姐从外面回来 我就觉得不对劲 我怕有事 刚才看了看 她在收拾东西呢 这傻孩子 一定是被少城 昨天的事情伤着了 少城对 真是的 说话那么直 走 陪我去看看 这是什么意思 妈 我已没脸再在杨家待下去 您让我走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你嫁衣都做好了 你不就是在等吗 等着少城把你取进门来 今天妈就排这个班 你不能走 你是杨家的恩人 杨家的媳妇就是你 明天 我就给你去筹办婚礼 到了那天 我不管她愿意不愿意 你就是绑 我也把少城绑到你面前来 跟你拜堂成亲 妈 妈懂得你的心思 你受了太多的委屈了 你成了我杨家的儿媳妇 妈不会亏待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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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亿 好累 马上就来 上亿 过来 过来啊 过来 是不是又没钱了 谁啊 瞧你说的 我堂堂杨家二少爷 我那 我哥没带吧 就你这个德行啊 还说要跟你哥 干一番大事也 我 我那不是等着我哥 更上一层楼呢吗 然后呢 再全部被你拜光 我说你这还没进我们杨家 当儿媳妇呢 少用嫂子那口吻叫醒你 我实话告诉你 就你想跟我哥成亲这事啊 光我娘同意了没用 我哥那人我最了解的了 一根筋 只要是他认准了的人 别说是我娘 九个我娘都拉不回来他 知道吗 我了解你哥 娘的话他多少要听一些 你 不信你就试试 我哥那倔脾气上来啊 就算是你用枪顶的脑袋上 他也不会答应你 别讲说话呀这是 怎么了 要我说呀 这事你也不用那么着急上伙的 我们杨家除了我哥 不是还有我呢吗 你看啊 我比我哥年轻是吧 那长得不用说 比他帅最重要的 我脾气比他好啊 我有的时候啊真的 我真替你担心 我这都是心里话 你说 就他那倔脾气上了 他不得 对他不能打你 他得打我 但是我也心疼你啊 是不是 你这小媳妇遭一辈子罪 我这心里 我不舒服是不是 嫁给我就不一样了 我肯定把你当王母娘娘一样供着 你说朝东 我绝不朝西 你说打男我绝不打美 怎么样 考虑考虑 当我们娘娘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怎么了 我你还别 这川女儿 怎么着也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吧 这多少也得有我一半是不是 你要是嫁给我 真的 你还和现在一样 该做掌柜的孩子 该住杨家 还住杨家 这多好的事啊 要我说啊 别放着幸福不要 非得跟自个儿过不去 你你你你你你笑什么呀你 我说的可都是真心实意的话啊 你的心可比你哥的心要实在多了 哎呀 哎呀 这都让你瞧出来了 哎 哎 那这么说 哎 哎 你是答应我了 我笑什么 我笑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是吧 你真无耻 滚 我癞蛤蟆是吧 啊 你真当你自个儿是仙女了 啊 我告诉你 小白玉 你就是一戏子 啊 你瞧不上我 我还瞧不上你呢 少他娘在我这给我装清高 哎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 你就等着我哥跟那个叶梅成婚吧 到时候你就灰头土脸的错门 杨家滚出去 全城的人都在笑话你 哎 知道笑话你什么吗 不知道吧 我告诉你啊 笑话你是没人要的野丫头 男人不要的破烂货知道吗 滚 知道什么叫破烂货吗 知道吗 不知道 再说一遍 你滚 我不滚 你个无耻的东西 关上 知道破烂破烂你懂吗 小心我抽烂你的嘴 哎 打我一试试 我让全城人都知道 啊 破烂货 我让全城人都知道 破烂货 杨太太您看看这个料子 都是上海传过来最新的样子 都是舶来品哪 是你们店里最好的吗 绝对最好的 绝对最好的 我保证新娘子满意 谢谢 看看 我们杨家可是个大户人家 麻烦你给我们设计的西铁大气一些 我看 这个样子还可以 这样 照着这个设计吧 好一定一定 干嘛 这边是首饰 让您久等了 哪里哪里 能为你们洋府打造结婚手势 这可是我求之不得的呀 干嘛 他可真谦虚 这在成都呀 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金付了 是是 可是光是我看重还不行 还有小白玉自己满意才行 白玉姐回来了 妈 急着找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怎么这么多人 都是干嘛的呀 我正在给你筹办喜事呢 来来来 这是旗袍 这是首饰 这是喜帖 你自己一一过过目吧 妈 妈 不好吧 少诚都不知道 这有什么不好啊 我是他妈说一不二 不需要遵求他的意见 这倒是你自己的终身大事 可马虎不得 又怎么啦 不高兴 妈 你出来 我跟您说 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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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妈 不是我不高兴 是 少诚都不知道 我们就这么做了 怕自讨没趣 你说少诚啊 你不是一声一声 都叫了我妈了吗 那你就是我们杨家的儿媳妇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不管怎么样 这个婚事我是办定了 我还以为什么别的事情 那快进去 妈 少诚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说一不二 我看他是不想娶我 孩子 妈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我要增求少诚的意见 到时候他就是不肯 我绑 要把他绑过来 跟你拜唐成亲 只要他跟你拜了唐成了亲 他已经圆了房 他就认了 日后他知道你的好 他就收心了 妈 这样不好吧 妈是过来人 但是 当年少诚的父亲 也跟现在的少诚一样 在外头到处的一夜 他的祖父 就一定要给他娶媳妇 可是少诚的父亲 说什么都不愿意娶我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生米就煮成熟饭了 我跟少诚的父亲 拜了堂 圆了房 生了少诚少议两兄弟 以后的日子 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男人都那样 没有结婚以前啊 就闻着家花野花一样的香 但是结了婚 他就瘦了心了 来 报告司令 军统站陈建峰求见 就说我不在 陈站长说您一定在家 您不让进 他就在门口等着 这个鬼儿子 让他进来 是 陈站长 请 司令 陈建峰 你好大的胆子 自己找上门了 你就不怕死 帮我运军粮的人 你都敢碰 我说你长几个脑袋 让我枪毙啊 建峰没什么不敢来的 八零茶馆刺杀 已经调查清楚了 就是西风寨的残妃 替他主子邓八子来报仇 陈建峰你行啊 当着我的面 你睁眼说瞎话 你脸都不好 我说你那个脸皮 怎么比那城墙 那拐弯处都厚啊 我告诉你啊 你可千万别让我抓住什么把柄 不然要是落到我的手里 我老郑可不管你是军统的人 还是天皇老子的人 在西川这个地盘上 你还别不信 怕也不死一个人 冤枉 我真是被冤枉 我真是被冤枉 三连 我不怕你误会我 我现在担心的是这种误会 影响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作 我跟你没什么好合作的 那眼下就有一件事情 涉及到你我 涉及到你我 啊 四便 闻出什么味道 这哪儿弄来的烟土和炸药啊 四郎嗅觉灵明啊 这就是烟土母 这是炸药母 这也就是我今天 为什么要来找您的目的 你别故弄玄虚了 有啤酒放 这是两个盗墓贼 刚从一个地洞里 投影出来的 地洞 三年前杨绍生告诉我们 那个地下军火库 已经被炸毁了 还带我们去看了 那个被炸毁的洞口 我们都清醒他了 以为夜司令留下的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地下军火库 可现在看来 那一切都是一个阴谋 阴谋 什么阴谋 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一点 我们精统抓到的 两个盗墓贼 刚带我去过那个地洞 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洞啊 而是一个巨大的地下网 你的意思是 这些东西 都是从地下网里找到的 而且我们一直跟踪的一个人 也死在了里面 巨查是谋杀 陈站长的意思 这事跟杨绍成有关 这种种现象 我可以推测出两点 一 目前发现的这个地下网 并不是杨绍成所说 已经被炸毁的 那个地下军火库 而 我们当初所看见的 被炸毁的洞口 那就是杨绍成为了掩盖 事实的真相 一手策划的一个阴谋 那个地下军火库不仅没有被炸毁 而且三年来 一直都踩在我们的脚底下 我说这三年 我一时纳闷了 好好的一个军火库 他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你想想这件事情一定主动 我们必须要上一来查出真相 我还要提醒司令 杨绍成这次会 我们一直不清楚他的背景 这可大意不得 剑锋老弟 那你的告件是 我可以断定 这个地下网 就是叶司令当年 藏匿军火的大本营 被炸毁的 这只是一个洞口 只不过是军火库的 秋牛义猫 秋牛义猫 那九头牛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地下网是找到的 地洞是空的 但从烟土末和炸药末 可以关短出来 里面所有的东西 刚才不久前被转移了 什么 转移了 我们发现太晚了 有人已经杰足先登了 有人已经杰足先登了 好的 没什么 积极啊 刚晕出去不见了 妈的 我正看昌的东西也有人敢碰 我要是知道了 我非拔了他的屁不可 司令啊 稍微无躁 带您来就是要证实这件事 之前那两个盗墓贼还交代 他们在这儿见两仓的时候 运出了大批量新鲜的密土 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 就一直跟着妈 所以才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地下坊 再说最近大批量网外运东西 只有你的两专 所以应该就是杨少成干的 杨少成 你敢肯定吗 绝对肯定 你想想 凭什么他死了三年之后 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副成 大摇大摆地回了成都 出手阔绰地给你捐粮捐钱 哪儿来得去 有什么样的靠山背景 在背后支持他 为什么要支持他 这些 咱们不都得好好地想想 不错 他确实是 为我捐了十万单粮食 可是单单就凭这一点 我还是不能就听你的一面之词 司令啊 不要被区区的几单粮食 就迷住了眼睛 杨少成捐粮不错 可这捐粮的背后 你就敢保证没有什么巨大的阴谋吗 要想搞清这件事很简单 只要你多多地协助 我保证查得个水落之处 这不行 你这么一折腾 把杨少成惹急了 那我那粮食 不就是被你折腾完蛋了吗 再说了 人杨少成是为我办过事的 我不能干这个过河真巧的事 我明白 查出了事 见分我一个人靠 司令只要不阻止办案就可以了 姜兄弟 查案是你们群统战的之子 我呢也不是不明的道理 我就是想知道 你真查出问题 怎么处理 当然就是给司令宁第一时间汇报了 由司令宁亲自定夺 江峰兄弟 你很能干哪 今后 咱们还要多多合作 一定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